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月前在高雄男子科学园区举行了2奈米扩产典礼G522第2期厂房Face2的上凉仪式 这宣告了台积电在先进制程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并凸显深耕台湾扩大投资的决心 据悉此次典礼由台积电共同营运长暨执行副总经理齐永沛主持 行政院长卓荣泰及相关官员出席显示政府的高度重视 齐永沛表示台积电2奈米制程技术目前独步全球 今年下半年进入量产将广泛的应用在客户跨时代的顶尖科技产品中 他预估在量产5年内将驱动全世界约数兆美元的终端产品价值 此次扩产典礼所在的台积电高雄园区首座2奈米厂及P1厂 已于去年底完成厂房兴建 今年初开始设备进驻 业界传闻显示台积电高雄2奈米厂进展顺利 有望快速衔接宝山2奈米试产进度 在宝山试产良率已超越3奈米试产初期的进度下 有助提前遗迹步入量产前准备作业 预期2奈米将于今年下半年同时在宝山及高雄厂 先后导入量产 齐永沛指出 2奈米应用领域包括超级电脑 行动装置 云端资料中心等将为全球节能运算的庞大需求 一种强而有力的动能 预计2奈米在头两年的产品设计定案数量 将会超过3奈米的同期表现 资料显示 台积电2奈米制程迎来电晶体构架的改变 相较线形FinFET结构 将首次采用奈米片NinoSheet电晶体结构 具备更高的效能和更低的功耗 根据台积电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2奈米制程在相同功耗下 速度可提升10%至15% 在相同速度下 功耗可降低25%至30% 电晶体密度增加于15% 2奈米技术突破将满足市场对AI 5G 及高效能运算HPC等高效能低功耗领域的需求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在之前的法说会上也透露 2奈米需求更胜同时期的3奈米 供应链透露 2奈米设计难度更高 因此在尚未量产前 已有众多客户开始与其接洽 包括苹果 AMD 英特尔等客户在内 预计在消费型产品上将陆续导入 根据最新的爆料显示 台积电2奈米制程试产顺利 原本计划新出宝山厂 今年下半年先量产 高雄厂明年量产 但是现在预计 今年内将提前实现 高雄 新竹南北两地2奈米同步量产 有望助力台积电下半年单机营收 突破赵新台币 齐永佩在2奈米扩产典礼上还指出 厂区呈现水墨化设计 对照高雄半平山 是对高雄在地山水的致敬 台积电独步全球的2奈米进展顺利 此活动展现支持客户决心 几乎所有科技创新领导者 都和台积电合作 预期2奈米今年下半年量产 应用横跨超级电脑 云端 行动装置等 预期2奈米头两年设计定案数量 将超越3奈米 并预估5年内驱动全球 2.5兆美元终端产品价值 他也强调 台积电在先进制程方面的发展 动箭观瞻 台积电不仅是先进制程技术发展的领导者 更重要的是当绿色制造的先行者 晶圆22厂高雄厂和在南科的所有晶圆厂一样 按照美国绿建筑 立认证系统指标建置而成 100%使用再生能源 卖下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 他感谢政府的帮忙 来自桥头跟男子两座再生水厂的水资源 帮助高雄厂区逐步达成100%使用再生水 齐永佩还透露 高雄晶圆厂每座都是其他公司两倍大 完工后 总面积超过46座标准足球场 前期投资为新台币1.5兆元 创造超过7000个就业机会 超过2万个营件工作机会 高雄后续还有3至57晶圆厂 预计在台湾生产营运 每年替台湾创造新台币3兆元产值 台积电522厂运转 渴望进一步助力地方繁荣 据了解 台积电在高雄男子晶圆厂所在地 原是中游高雄列游厂就职 预计盖5座2奈米晶圆厂 第一座晶圆厂完工装机中 第二座晶圆厂厂房刚构工程主体大致完成 第三座晶圆厂结构体工程也已展开 这次举行的上凉典礼 预计纪念完工 至于第四五厂于明年陆续开工兴建 据悉台积电针对宝山与高雄厂2奈米订单分配 也早有定案 宝山厂首批产能早已被苹果全数包下 主要供应苹果使用 高雄厂则用来支持非评客户群 另外也传出英特尔也将争取2奈米于今年类投片 现在客户群排队已至2027年以后 等于2奈米尚未量产就已获得超乎预期的市场需求 台积电2奈米生产基地已规划逐科宝山与高雄厂区 逐科宝山可扩充四期 高雄厂区面积则可达五期以上 P2、P3及接续的P4、P5厂规划将不续展开 粗略估算总投资金额将达新台币4兆元 为高雄及南台湾创造数千个高新就业机会 并带动周边供应链发展 形成完整的半导体产业聚落 南科厂区也可动态升级产线 导入2奈米乃至A16等制程 以应对客户需求 齐永佩总结表示 台积电是全球AI的关键推手 也是AI积极使用者 改善制程技术 晶圆厂每提高1%生产力 相当于带来10亿美元的收益 2奈米成功扩产 也是台积电展现在台湾发展先进制程技术 扩充产能的努力 齐永佩感谢参与晶圆22厂的所有工作伙伴 包括工程团队 营建设备商等供应商伙伴 他并表示 接下来几年的建厂计划也相当紧凑 仍要大家继续帮忙 与此同时 市场对2奈米晶片的需求持续高涨 最新报告显示 仅2025年第三 四季度 台积电2奈米工艺即可创造301亿美元的营收 这一数字凸显先进制程在AI 高效能运算等领域的强劲需求 总体来看 台积电2奈米于2025年下半年如期量产 从4月份开始 台积电将接受2奈米订单 供应链消息指出 台积电率先量产2奈米的工厂 位于竹科宝山Fib20厂 预计年底月产能将达到2.2万片 与此同时高雄Fib22P1工厂进度提前 现已开始准备量产 两大工厂年底合计月产能在3万片左右 鉴于台积电2奈米代工报价创新高 每片晶圆价格高达3万美元 因价格更高 台积电预计今年营收会再涨25% 目前来看 苹果将是台积电2奈米先进制程的第一批客户 高通 联发科 AMD等大厂 也将会切入台积电2奈米制程 作为台积电的核心客户 苹果将是台积电2奈米工艺制程的首批常先者 预计iPhone18系列的A20晶片 将首发台积电2奈米工艺制程 高通骁龙8103 联发科天机9600等 预计也将采用台积电2奈米工艺 供应链相关人士认为 台积电在2奈米时代仍然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 无论是产能还是市占率都占据优势地位 客户不希望新品出差错 不得不乖乖排队等待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你点赞 订阅 订阅